欢迎收看新闻快序 国会联邦参议员马基率领的参众议员访问团 昨天抵达台湾访问 美国国会议员接连访台 中国军方也在台海周边海空域实战化演习 反击马基访台 过去10年里至少已经有149名美国联邦参议员和中议员访台 美国国会议员已经提出或通过多宗强化对台关系法案 其中包括台湾政策法案 这部法案将正式赋予台湾主要非北约盟友地位 报道中说国会议员更强硬的做法 可能让拜登只剩下一个选择 那就是他宁愿被国会山庄看清 还是被北京当局看清 华尔街日报报道 台湾是全球最大晶片制造商台积电所在地 而且比邻世界最繁忙的航道之一 中国若封锁台湾 将对全球商业活动造成重大冲击 华尔街日报指出 众议员议长佩洛西本约访台 此外即为美国参众议员昨天搭机抵达台湾 今天与总统蔡英文会面 可能会重燃紧张情势 分析师指出中国如果试图封锁台湾 除了要付出军事及地缘政治成本之外 那就是中国本身在贸易及就业上依赖台湾 中国在先进运算及产业应用方面依赖台积电的晶片 苹果手机最大组装业者洪海集团等台湾企业则是中国本土民间部门 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 全美第二大学区洛杉矶联合学区今天开学 新学年与以往不同 学生们的上学时间推迟了 新冠相关的规定也有所放松 洛杉矶联合学区本学年会迎来大约56万名学生 还有24000名教师以及73000名学区员工 洛杉矶联合学区的学生不再被要求每周检测 室内场所也不再强制戴口罩 但建议所有在校园里的人戴口罩 另外在学校里安装了空气过滤系统 对各个校园进行了全面消毒 在德州校园枪击案悲剧发生后 洛杉矶联合学区也进一步加强了校园安全措施 学区在每个学校都减少了入口 并且安装了更多的摄像头 但学区长还是呼吁社区民众一起合作 来避免悲剧的发生 国防部长奥斯丁今天表示 上午筛减新冠病毒呈阳性 目前症状轻微 未来五天将一规定隔离 但人会以视讯方式照常办公 奥斯丁今年1月初也曾确诊 这是他第二次染疫 总统拜登7月21日也曾确诊新冠病毒 7月26日康复后 每几天又应转阳重启隔离 直到8月7日才解除隔离 恢复实体工作 奥斯丁指出 他与拜登最后一次面对面接触 是在7月29日 奥斯丁也借此机会呼吁民众接种疫苗 他表示疫苗持续有助于减缓病毒传播 减轻症状 国防部目前人硬性要求员工施打疫苗 他会持续鼓励所有人完整接种疫苗 以及追加剂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继续收看即将播出的 华语电视晚期的新闻